HELLO 大家好 我是瀕瀕瀕瀕瀕瀕瀕 那麼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帶來 初音輪迴攻略解說 好那這張卡片我會非常強烈的建議大家 至少刷一張最多刷兩張 這張卡片真的是免費中的神卡等級喔 好那它有雙技能 第一個技能就超厲害的 它有CD7 除了可以引爆整版及時化珠 掉落機械竹符石之外 最重要的是它這個 可以將我方所受傷害變成生命力 這個有多猛呢? 大家可以把它視為是一個 非常高級的減傷條件 首先它這個可以擋下 致命的敵方攻擊 同時還可以擋下連擊的傷害 更甚至可以擋下敵方 扣血100%的攻擊喔 所以以這個擋死能力來看 我個人覺得是相當高級的 完全可以直接刷兩張了 那並且這個主動紀念1 還可以幫虛擬歌手系列 增加一回合亢奮 那如果說你放在全部都是 初音系列的隊伍中呢 就可以直接有這個亢奮狀態 這個亢奮狀態還可以拿來擋一些 負面的敵方的一些狀態喔 更甚至它的2技能 可以拿來解版喔 比如說你遇到那種 整版電擊珠 或者是有負面珠子 你可以還原版面 更甚至還可以直接拿來解回復顛倒 哇!超級噁心的一個接版能力喔 比起還有一定程度的增傷 所以這張卡片 無論你是不是有玩初音隊 我認為都應該刷 它可以放進 比如說像是機械族的隊伍中 莉莉絲跟阿圖姆都很適合放它 更甚至還拿破仁這種全牛棚的 然後火屬性可以入隊的也可以放喔 那更別說 初音系列大獎你有玩的話 是一定要練這張卡的 所以強烈建議大家 至少刷一張 最多刷兩張 那這張卡片它的位置會是在這個中間 還有這個初音演唱會中的這裡 有一個輪迴挑戰喔 那這個關卡呢 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一起來挑戰吧 那麼首先我們使用巴龍來速刷這個輪迴 那在配置上面要注意 隊長一定要帶隨便一個龍科喔 因為主要是觸發他的龍科能力就好 好那再來的話在隊員的配置上面 這個屬性的擺放 建議照我畫面中這樣擺喔 那並且兩張水龍其實可以更換成 任一張水龍都行 因為這兩張卡片基本上沒有什麼用 好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為大家帶來這次的攻略解說 好那這隊的玩法其實是相當無腦喔 第一關一進關我們就可以開巴龍的固版 那我們先開暗龍使加巴龍 就直接無腦的通關就行了 來到第二關 這邊我們直接開巴龍 固版直接帶走 也是不用轉出 然後第三關 這邊我們可以開巴龍 一樣是不用轉出 那這邊可以看到我把暗龍使放在第二個位置 然後這個版面就剛好是手銷武康 所以我特別是把這個暗龍 使放在那邊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這個暗龍使放在那邊 會比較無腦喔 好那來到第四關 第四關的第一條血條 這邊我們直接開龍科能力 再開毒龍的二技能 最後再開巴龍的固版 帶走敵人 好來到了四隻二 這邊我們開巴龍的固版 他這隊有內劍反手銷 所以就直接固版帶走敵人就行了 第五關 第五關這邊的話我們開巴龍 然後照畫面中的步驟走 就可以直接手銷十七顆珠子 那這個固版轉這種數字盾 也是挺無腦的 然後第六關 第五關這邊的話我們可以開巴龍 那因為這隊血量比較多 所以其實可以不一定要走這個火焰地形 但如果你走火焰地形的話也可以 那這邊就固版直接帶走 然後第七關 這邊我們開巴龍 那這邊只要轉一組十字就好了 會建議大家轉木珠十字 木珠十字應該是最好轉的 好接著來到第八關 第八關的第一條血條 這邊我們直接開巴龍 然後轉七組的屬性珠 會建議大家以三組的方式去消服食 這樣子比較好消 那轉完之後要檢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七組的屬性珠 有的話就可以帶走敵人 好那接著再開巴龍 拉暗龍時的角色珠 記得這個角色珠要停在這個角色地形上面才行 緊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九關 第九關這邊的話我們一樣是開巴龍 那巴龍主動技能有無視拼圖盾 所以這邊直接固版帶走 第十關 這邊一樣是開巴龍 然後再開毒龍二技能 直接帶走敵人 沒問題 第十一關 這邊我們開巴龍 轉兩組水珠 帶走敵人 帶走敵人 那來到了王關 王一的部分 我們可以直接開巴龍 手銷整版 再來玩二的部分一樣是開巴龍 不過這邊要轉三組十字 好那建議大家是用水珠木珠跟水珠 這樣去轉三組十字 那兩組水珠的擺方位置就如同畫面這樣去擺就行了 建議大家先把左上方的水珠十字給轉好 再把下面的木珠十字給轉好 最後轉右邊的水十字 這樣就可以完成三組十字的一個消除 以上就是巴龍的一個速刷攻略 接著我們使用五條來速刷輪迴 那這邊要注意第二章五條 建議是擺在第五格的位置 那龍科的部分帶上合作龍科就可以了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入關卡 跟大家講解一下通關的流程 好那首先在第一關的部分 拉五條角色珠去洗一下技能 隨便消一組珠子就行了 從第二盒開始 這邊右邊就翻轉出一個固板 此時我們就有增加combo 就可以直接靠那個固板帶走敵人 好那緊接著來到了第二關 這邊一樣是拉自身五條的一個角色珠 並且如果場面上面有水珠的話 就直接手消掉場面所有的水珠 如果場面沒有水珠的話 也可以把水珠放到第五直行 去做消除就行 好那這邊在經過前面洗技能之後 可以發現五條的技能跳起來了 我們可以開第一張五條 的主動技能 那無視固連直接帶走 那來到了第四關 第四關的第一條血條 這邊我們開第六張的五條 也是直接固板帶走敵人 這隊其實是有內建無視無數盾 但是開五條比較無腦不用轉出 所以這邊還是開個五條 好那來到了第四關的第二條血條 這邊我們可以開第五張五條 直接有個固板帶走敵人 直接有個固板帶走敵人 可以開一顆能力 去撿五條的CD 那這邊浮黑是不小心按到的 可以不用開浮黑 好那這的話開完副隊長的五條之後 記得轉出停在火焰地形上 然後就可以帶走敵人了 緊接著來到第七關 我們可以開第五張五條 好這邊 隨便挑一組珠子去轉十字就行了 緊接著我們進入到第八關 第八關的第一條血條 這邊我們開第一張五條 再開虎杖 那這個不用轉出 版面上面直接有七組的固板帶走敵人 來到第八關的第二條血條 開第六張五條 再拉五條的角色珠放在角色地形上 那這邊就可以直接帶走敵人了 來到第九關 我們開第五張五條 直接帶走敵人 來到第十一關 我們可以開第一張五條 直接帶走敵人 來到第十一關 這邊我們先開龍科能力 幫整隊-CD 然後再開五條 第六張五條就可以了 最後開真人 無微轉變 然後點兩下火珠 然後轉出兩組十字就可以帶有敵人 好那麼來到了王關 王一的部分我們可以開第五張五條 我們可以開第五張五條 然後手消整版 帶走敵人 再來王二的部分我們可以開隊長的五條 然後直接手轉三組十字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攻略解說啦 如果大家還喜歡這種 字幕型攻略 不用了可以按個喜歡 那我們更有動力 製作這種精緻的攻略給大家 如果說想要看到更多 神魔之塔的影片 不用了可以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那就祝各位有點喜歡的朋友 都可以一抽入魂 抽到自己喜歡的初音 那我們收到看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這個 Karl prochain 再見囉 我不會 selections 在那裡面 請 stunned me 這是